OK 尊敬楼台长 我想请你帮我看看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是1976年属龙的 1976年属龙的 他得了精神分裂症 看见了 很厉害 是的 不愿意理人家 对 关在房间里 对 突然之间发脾气 对对 要么就一句话都不讲 对 我现在全部在看他的行为呢 是这样 冲着你乱吼有时候 是的 他身上有一个 有两个灵性 一个 我看到了 是你钓过孩子 是的 鼓掌 第二个 是你有一个 不知道是你的 还是你先生的 一个弟弟 还是一个 你的弟弟 哥哥 或者是你先生的 弟弟哥哥 死掉的 在他身上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晚上经常还到你们家里来 你们家里 楼板上经常有声音 是的 我告诉你 赶快把他操住掉 他也很苦的 他现在就捉弄他 我告诉你 他不但捉弄你儿子 还捉弄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因为我家里经常有响声 我经常失眠 睡不着觉 对了 经常让你失眠 睡不着觉 吓你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家里 其实 自从你儿子精神 得了这个分裂症之外 我告诉你 你们家里 基本上是走下坡路的 各方面经济 什么都不好了 是的 所以你现在 如果不把这两个灵性 弄走的话 他会一直搞你们家 搞得你倾家荡产 真的 我现在看你家 还有一点底子 明白吗 但是很快 这样弄下去 要弄出事情出来的 你一定要当心啊 你千万要学会念经啊 你现在还不会念经是吧 不会 你赶快念经啊 好吗 好的 我觉得你会 念经之后 家里会慢慢的平安的 平静的 而且他现在 这个灵性还跟我说 说你过去欠了他很多的债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 欠的不是钱的债 听得懂吗 可能上辈子的情在也有可能 你是不是 有时候觉得晚上会想很多事情 是的 每天晚上就想 是的 这就是他叫你想的 他让你想了 忧郁 难过 而且都是不开心的事情 对的 现在看见了吗 灵性在身上多厉害啊 你要是不把灵性 情走的话 他就搞死你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地念经啊 你再不念经 而且你要不能吃活的 你要跟菩萨许愿不能吃活的了 你在吃活的的话 他现在还搞你身体 你知道吗 是的 我身体很多地方都有毛病 你妇科 一塌糊涂 是的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是他搞的 我不久以前还做了这个 患关节的手术 我告诉你 有的搞你的 那接下来呢 那 髋关节手术 你这里做好了 他接下来 要搞你颈椎了 你脖子又不好了 脖子酸痛 是的 我脖子酸痛 整个背都酸痛 看到吗 所以你们表面上看起来 灵性跟我们很远 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 只是你看不见而已 空气看得见吗 看不见 风看得见吗 看不见 细菌看得见吗 看不见 它都在你身边呢 你现在要相信啊 你过去啊 真的脾气也不好啊 脾气坏啊 是的 好好改毛病 那么我应该念什么经呢 你好好地念大悲咒心经 大悲咒念十七遍 心经念二十一遍 礼佛念五遍 然后呢 还要开始学念小房子 明白吗 明白 好好地念 念了之后 儿子这个毛病很厉害的 小房子可能 你可以到观音堂去 墨尔本观音堂啊 墨尔本观音堂 他们都会教你的 你这个小房子 儿子的小房子要好 要念九百二十张小房子 很多 明白吗 但是你为了儿子好 你只能这么付出啊 否则他接下来要搞你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吧 我看看你啊 有点水肿啊 你的脚都肿的 是的 脚是肿的 肿得很厉害 非常厉害 我告诉你 你还有便秘 是的 鼓掌 听得懂了吗 听得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你要记住 你的瘦被他弄掉很多 阳瘦 你现在几岁啊 67 69岁的时候 一个结 要当心 什么样的结 可能车祸 少出门 如果你不念经的话 你说你能 你能躲过吗 好的 他车出门 还有身体 可能动手术 如果动手术的话 你就过了一个节了 好的 如果你不中手术的话 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倒霉 去验验血 血光之代可以换掉 明白吗 像你最好的方法是念经 不是验血 好的 我看你血很多 好好听台长的话了 从现在开始好好做人 好好地说话 不要跟人家争 不要跟人家吵 你不会有血光之灾的 明白了吗 好的 否则中东一撞就死掉了 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新西兰地震 跑掉了 那刚刚悉尼 刚刚悉尼一个车祸 四个人死掉了 翻车 是悉尼还是什么地方的 好像 一翻车四个人死掉了 就这么简单 一家全部死掉 撞到车下面去了 所以我跟你说 一定要靠菩萨来保佑的 人再怎么算 人算不如天算的 所以你现在要好好地修 而且我台长今天 已经帮你讲了 你儿子身上的灵性了 你好好地把他们念掉 自己的孩子 打过胎的孩子 要念32章 好的 先把打胎的孩子念掉 你身体就会好起来 身体好起来 不是一下子好起来 一会儿 比方说耳朵不好的人 耳朵先好起来 这个肝不好的人 肝是慢慢地好起来 它是每一个部位 一个一个好的 不是一下子念经之后 全身都好了 听得懂吗 听懂 就这样 好了 还有这种问题吗 谢谢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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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